如果你有需要在簡報裡面加入超連結 它的概念跟我們一般PowerPoint是不一樣的 一般我們在做超連結的時候 好,這裡我先把它單純化一點 OK 好,我就進到這邊來 如果說你在這邊,我想要在這個 上面 一般我們的軟體大部分都是以物件導向為概念嘛 我今天哪一個物件我都點到那個物件去做超連結 可是呢,在這個VolkGuy裡面呢,它比較像網頁上有一個功能,叫做影像地圖 也就是說呢,它的超連結 它是畫一個範圍 有沒有,這是超連結 所以你就來新增 好,我就自己框 啊,這裡是我的超連結 只要滑到這裡來就變成手 這樣了解 然後呢,你要做什麼連結呢?你可以選擇 我要做網頁的連結 還是檔案的連結,還是圖片的連結,甚至視訊的連結 那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這叫做路徑連結 這個 就好像我們在PowerPoint裡面 我今天按了這個 我平常一定是到12345678的 張數去播放對不對 可是我按下這個,馬上跳到第10頁 這樣了解了嗎 在Focus在那邊,把這個稱作路徑 所以你今天如果我要跳到 第幾頁 你就自己看一下 比如說我要跳到最後一頁 好,我們就可以試看看喔 預覽一下 滑過來有沒有變手 按下去 有沒有跳到最後一頁 這樣了解 所以他也有這樣的功能 只是這個就看你 有沒有需要去用到 因為他的觀念 跟我們一般的這個 在PowerPoint裡面做是不太一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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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